聖堂中醫的牽中毒事件 檢方是醫藥事罰起訴之後 在今天第一次開庭審理 但聖堂中醫的負責人 還有被害者等員告 下午出行的時候 雙方都沒有交集互動 受害者更表示 從事發到現在 都感受不到負責人的誠意 前台中市議會的議長 張宏寧一家四口 去年六月牽中毒送醫 全家服用的中藥粉 提供了市府衛生局檢驗之後 是赫然發現藥包當中的 鉛和拱含量都是嚴重超標 事件也像滾雪球一樣擴大 最小受害者是五歲的賴性女童 台中醫院在今天開庭審理 受害者的委任律師指出 留心被告已誤用單簽 簽單抗辯 但禁藥誅殺 本來就不可以入藥 受害者指出 目前有很多牽中毒的受害者 飽受身心的折磨 希望法院的審理時候 可以加入十多位的受害者 醫事檢驗的結果部分 讓女性負責人可以符合 加重傷害罪的要件 謝謝